今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 咱今天再给我的小美人盖个房子 把它安置好 再经过我每日细心的照顾 相信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被我改化 房子的话我打算用这个 改光比较好 盖好了之后再到上面开个洞 方便我投放食物 OK 大概的样子就是这样 看起来有点像猪圈 没办法 盖房子不太方便 咱现在出去整点木头去 把我的推车推上 前两天不是在洞穴里整了把斧子吗 刚好试一下 可以可以 这斧子好使 咱得整快一点 不然一会他老相好来了 就不太好了 OK 大体上就是这样 里边有点黑 在一边给他加个火吧 可以可以 接下来还需要一个梯子 方便我上去给他投放食物 梯子的话 我们选择这种自定义梯子 一定要严丝合缝的对准 上面这个台子 也没啥讲究 主要是美观 落地一定要90度 不然搭不上去 OK 上去看看去 这里没对准 就让我整的有点丑 上面还行 将就一下吧 等啥时候他老实了 咱再给他换个房子 上面还需要开一个洞 方便我投放食物 OK 我现在包里也没啥吃的 给你吃个照明蛋吧 回头我再给你找点其他吃的 你瞅瞅他多老实 也不闹腾了 看来是被我赶化了 行 你就在这待着吧 我出去找点吃的 顺便去趟河边 我记得昨天那个洞穴 旁边还有一个洞穴 咱今天过去看看 前面这个白色的帐篷 旁边就是洞穴的入口 这里之前有人来过 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 地上有几本圣经 估计是一些教徒 这边有张照片 拍的就是后面这片森林 我就想问问 你这复古的相机 可哪买 拍的这么有水平 其他就没啥了 咱进山洞吧 我去咋这么黑 把包里的照明弹 拿出来点上 这边有个电锯 可以可以 拿上 把我的夜视仪打开 试一下电锯 有罗塔外面这片丛林 就变成了我的游乐场 你们要是谁过来 我就收点门票 不贵 一个人十块 小本买卖 盖不设账 把山顶洞人吵醒了 放心 我是不会用电锯的 别害怕嘛 把我的弓箭拿上 占领一个制高点 他们腿短 跳不上来 我要开始 哎哎哎哎 放错歌了 还没到高潮 就让我解决完了 这边有个帐篷 难道这里也有人来过 箱子里有一张报纸 是一张寻人启事 先找两个小孩子 那么他们也是过来找孩子的 不管了 先走吧 这边有一些碎石 从散落的程度上来看 应该是人为的 放个炮炸试试 果然炸出了一个洞口 进去看看 是一个绳索 又是一个绳索 这里又被堵上了 在墙上我发现了登山稿 有了它 我就可以爬过去了 又是一个绳索 不过这里应该可以出血 哦 可算是出来了 今天的收获还比较大 我找到了电锯和登山稿 看一下地图 这个地图 我们已经探索了一大半 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儿子了 我是小天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666 拜拜